四 论生死世大 讲 仅人命无常 光阴迅速 时序跟迁 刹那刹那 一念不住 此代造物出广常时 普慰而我一切众生 说人命无常 荣华不久 急寻归路 连寿沉沦之无上妙法尔 正 誓谋比丘尼 生死大事 须当欲办 若待灵形方修 恐被业力所夺 正 赴周群征书 古语云 聪明不能敌业 富贵其勉轮回 生死到来 依无所靠 唯阿弥陀佛 能为世护 习世人 知者甚少 知而真信 实念者 更少也 正 父包佑五书二 求生西方者 不可怕死 若今日即死 即今日生西方 所谓招文道 细死可以 岂可今日要死 且不愿死 既贪恋成静 不能放下 便因贪成胀 净土之静不限 而随夜受生于 善恶道中之静便限 静限 则随夜受生于 善恶道中已 往生西方 变成画饼 故修西方人 今日死也好 再活一百二十岁 死也好 一切任笔前夜 不去忘生计较 躺信愿真切 报宗命静 便及神超境欲 夜谢陈牢 连开九品之花 佛受一生之济意 正 赴高少林书 一 大丈夫生于世间 世事无不欲 未知济 唯有生死一世 反多置之不问 只待报宗命静 则随夜受报 不知此一念心事 又向河道中受生去也 人天是客居 三途是家乡 三途一报百千节 复生人天了无奇 由事言之 则料生死之法 故不可不及及讲求也 须 净土问便须 佛法无一人不堪修 亦无一人不能修 但能念念之 不修静夜生西方 则长节轮回 莫知能出 以知自明敏他 自伤伤他 大声疾呼 必静而家人 远而世人 同修此道 其地义 教之为求治疗者 何止天地玄格也 三 复洛记何书 一 教专葬佛力 佛法 法门无量 无论大小全时 一切法门 均需以戒定慧 断贪嗔痴 令其静静无余 方可了生脱死 此则难如登天 非无被拒负凡夫 所能息迹 若以真信切愿 念佛求生西方 又无论 无论 无论 无论功夫浅身 功德大小 此如坐火轮船过海 但肯上船 即可道于彼岸 乃属传利 非自己本事 信愿念佛求生西方 亦然 完全是佛力 不是自己道力 然 一生西方 则生死已了 烦恼不生 以与在此地久用功夫 断烦恼静静 了生死者相同 故念佛决定要求生西方 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 比离信愿 以教人念佛求开悟之开示 切不可依 念佛之要 在于兜舍六根 当念佛时 舍耳递听 即是舍六根之下手处 能置心递听 与不听而善念 其功德大相悬殊 此法 无论上中下根人 皆可用 皆可得意 有利无弊 以令一切人皆依此修 旭 与张尽江苏 无人在生死轮回中 久经长劫 所造恶业 无量无边 若让自己修持之力 欲得灭尽烦恼获叶 已了生托死 其难逾于登天 若能信佛所说之净土法门 以真信切愿 念阿弥陀佛名号 求生西方 无论业力大 业力小 皆可葬佛慈力 往生西方 譬如 一颗沙子 入水及沉 重有数千万金石 装于大火轮船中 即可不沉 而孕于他处 以随意使用也 实欲众生之业力深重 大火轮与弥陀之慈力广大 若不念佛 障自己修持之力 欲了生死 须到夜尽晴晴空地位方可 否则 重令烦恼获叶 断得只有一丝毫 亦不能了 欲如极小之沙子 亦必沉于水中 绝不能自己出于水外 阁下诞生信心 念佛求生西方 不可再起别种念头 果能如是 受未尽 则数得全欲 以专一致成念佛功德 便能灭除数式恶业 犹如稿日祭出 双雪极化 受已尽 则即能往生 以心无意念 即得与佛感应道交 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 阁下若信此话得及 则生也得大利益 死也得大利益 正 赴求佩钦书二 愣言一经 不知净土者独之 则为破净土之元勋 知净土者独之 则为红净土之善道 何以言之 以智力悟道之难 净土往生之意 始法界因果 一一分明 若不障佛力 虽因破一二 尚或着谋发狂 为地狱种子 而且二十四元通之功夫 今人谁能修习 唯 如子异母之念佛 凡有心者 皆堪奉行 但得敬念相继 自可轻正三摩 知好歹者独之 其肯为主致力 不葬佛利乎 正 傅永家某居士书七 念佛人有病 当一心带死 若事受未尽 则能夙欲 以全身放下念佛 罪能消业 夜消 则病欲矣 若不放下 欲求好 躺不能好 则决定无由往生 以不愿生故 此等道理不明白 尚能得藏佛慈利乎 正 傅周梦游昆帝书 净土法门 乃极难极易之法门 说其难 则大彻大悟 深入金藏者 尚不信 说其异 则愚夫愚妇 至诚恳切念 即能临终献诸瑞相 往生西方 彼大彻大悟 深通经论者 尤不能忘其兼备 良以 一则弃佛利 以专主自利 一则专葬佛利 而由佛利 以引发自利 以佛利 法利 自心本具之利 三法契合 故得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也 此法罪要再信愿 有信愿 则决定肯认真修持 肯修持 则即可得往生之意 续 复习怀心书 佛祖出世 西皆法随激利 末世顿根 当则其弃理 而又契机者 专精致力 树可藏佛慈力 横超三界 于此一生 极了百千万劫 不亦了之生死大事 续 灵言念佛仪归序 丙 是临终窃药 临终一观 最为要紧 事有余人 于父母眷属临终时 则为悲痛哭泣 洗身换衣 只图世人好看 不计遗害亡人 不练佛者 且智悟论 即智窃往生 临终遇此眷属 多皆破坏正念 人留此界 临终住念 譬如 窃夫上山 自力不足 信有前前后推 左右福业之力 便可登峰造极 凡有贫数念佛之人 或其人之子孙信佛 于临命中时 请众居士助念 其利益甚大 见续编赴杨慧昌书二 临终正念昭彰 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 譬如 永世上山 智力充足 而亲友之事 各以己物 宁其担负 担负过多 力竭身疲 望崖而退 此之得失 虽由他起 实属自己 往习劫中 成全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 凡修敬业者 当成全人之正恋 即欲为眷属 视其利害 必各之所重 在神事得所 不在事情场面好看 树可无余矣 正 成了常往生发瘾 凡人有病 可以要之者 亦不必绝不用要 不可以要之者 虽先丹亦无用处 况世间要乎 无论能治不能治之病 皆以服阿且陀要 此要绝不误人 福则或身或心 必及见效 然人生世间 无论久战 终有一死 其死不足习 其死而所归之处 可不欲为安顿乎 有力量者 自己欲为安顿妥贴 则临终 故不需他人为之辅助 然能辅助 则更为得力 无力量者 当令家属代为念佛 则必能提起正念 不至恩爱千禅 仍被爱情所付 助此莫出也 正 赴黄寒之书一 宜将一切家世 并自己一个色身 息皆通身放下 以一尘不染心中 持万得弘灵圣号 作将思想 除念佛求皆引外 不令其意杂念 能如是者 受已尽 则决定往生西方 超凡入圣 受未尽 则决定夜宵并遇 会朗服从 若不如是作念 施施然 为求术欲 不为不能术欲 反更天病 即或受尽 定随夜飘尘 而永无出此 苦娑婆之奇 证与方圣应书 如心里除念佛外 不时有一点别的念头 连辱这个身子 也不预计 死后 作之摸样安顿 连孙子 从孙等 都要当作 恕不相识之人 不管他们长长短短 只管念我的佛 一心盼着佛 来接引我 往生西方 如能照我所说的做 一切事 通通放下 到了灵命中时 自然敢佛 亲垂接引 往生西方 若是人就贪恋 一切好东西 即迎前房屋 首饰衣服 并儿女 孙真等 则万万也不会 生西方了 序 是周虞自连法语 有敬业正因 再加以正信心自念 眷属助念 何律不生 所不生者 由情爱意气 正念即师 悟到功夫浅 即功夫生 亦不能生 以凡情用事 与佛圣气氛相隔故也 三 赴张缘禁书 能成就他人往生 带至自己临终 必大有成就自己往生者 切勿以不观己而呼之 平常当与家中眷属 说其临终助念之利益 与欲先洗澡换衣 并对之哭泣之祸害 当请一本 赤中金粮 令其详之 带至父母 或于眷属 领域命中 家中眷属 同位念佛 令笔心存正念 随佛往生 并请设有 为其助念 此时 亦法千军 关系甚大 当将商计种种虚滑之费 移于此时用之 并将 哀悔尽孝之成 移于为亲念佛 须令眷属 西听 社有指导 切不可扭于习俗 以悟大事 须 吉兵正 助念社 缘起 至于为人助念 何可谓念观音 又为其受乎 念佛 亦能延生 念观音 则无求往生之心念 若受已尽 则无事 非念佛定死 念观音 定不能往生 然痴人 以无求往生之心念 亦只成 勿事之 一种业感也 无量光 即消灾 无量寿 即严寿 念阿弥陀佛 即功尚能成佛 岂不能严寿 而令数死乎 三 达卓智利问 平数不念佛人 临终善有开示 大家助念 亦可往生 常念佛人 临终若被无知眷属 欲为开身换衣 即问诸事 与哭泣等 由此因缘 破坏正念 遂难往生 已故念佛之人 必须令家中眷属 平时接念 则自己临终 彼等均能助念 又因 又因常说 临终 祝念之利益 即不得 瞎张罗 哭泣之祸害 便不至 以孝心而至亲 人受生死之大苦 乃得 即生西方之大义也 三 一切念佛人 往生 即不往生之证据 玄奘法师临终 亦稍有病苦 心以所意之经 或有错谬 有菩萨安慰言 入网劫罪报 细于此小苦消之 勿怀一夜 当以此意 安慰如母 劝彼生欢喜心 勿生怨恨心 这决定可蒙佛加批 受未尽而树欲 受已尽而往生而 正 赴周梦游昆帝书 人 一生逝世皆可畏为 为临死之时 不可畏为 况其无爱念之情 有悦欲之设 安坐而逝 若非敬业成熟 何克真此 但愿辱昆帝 与何家眷属 认真未如母念佛 不但令母亲得意 实则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 佛所以教人 凡诵经 持咒 念佛 做出功德 皆为 法界众生 回向 平时 尚未无干涉之 法界众生 回向 既如使之 你 此为 其 予 予佛菩提 誓愿相合 如意滴水 投于大海 即 与大海 同其 生广 如未到海 则悟到一滴 即长江大河 故与大海天地悬殊也 是知凡师于亲 即一切忍者 皆属自陪自福尔 知此意 有孝心者 孝心更加增长 无孝心者 一当发起孝心 请生念七七佛甚好 念时 如兄弟必须有人 随之同念 正同上 宝病见王 今人率以诵经拜灿 做水路为事 光与知有言 皆令念佛 以念佛利益 多于诵经拜灿 做水路多多矣 何以故 诵经则不识字者 不能诵 即识字 而快如流水 烧盾之口舌 亦不能诵 懒疲虽能 亦不肯诵 则呈有名无实义 拜颤坐水路 亦可力推 念佛则无义人 不能念者 即懒疲不肯念 而大家一口同音念 彼不舍其耳 则一句佛号 故以历历明明 冠于心中 虽不念 与念亦无亦也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有不其然而染者 为清卷保安 见亡者 皆不可不知 正赴黄寒之书 至于商计 通须用术 雾水俗转 众不知事物者 畏为不然 以任笔 计较而已 商葬之事 不可过为铺排张罗 做佛事 只可念佛 勿做别佛事 并令全家 通皆恳切念佛 则于儒母 于儒等诸眷属 及亲戚朋友 皆有实义 正赴周梦游昆帝书 自佛法东来 身皆火化 而唐宋 从信佛法之高人答事 每用此法 以佛法众神事 唯恐丹拙身躯 不得泄脱 焚之 则知此不是我 而不负丹拙 又为诵经念佛 其正法身 续 灵言普通塔记 火葬一法 唐宋佛法圣时 在家人多用之 然宜重熟藏埋 孔直尼者 忘声议论 实则烧之 唯一泯灭 过七七日烧 弥陀 藏之年成久 或至骨骸 曝露耳 正 赴周梦游昆帝书 世间罪可残者 陌生于死 而且局势之人 无一能幸免者 已故有心 欲自立立仁者 不可不早位之纪律也 实则死之一致 原是假明 以肃生所感一旗之报禁 故舍此身躯 附受别种身躯耳 不知佛法者 只是无法可设 只可任彼随夜流转 经济德文如来 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 故当信愿念佛 预备往生之良 以其免生死轮回之患苦 正涅槃常住之真乐 其有父母兄弟 及诸眷属 若得重病 世难痊愈者 移发孝顺慈悲之心 劝禀念佛求生西方 并未助念 比病者由此此以 及生净土 其为利益 何能名焉 今念三要 以为成就临终人 往生之据 与虽比礼 一本佛经 遇此因缘 西举行焉 言三要者 第一 善巧开导安慰 另生正信 第二 大家患斑念佛 以助敬念 第三 窃戒搬动哭泣 以防悟事 果能依此三法以行 决定可以消除树叶 增长静音 蒙佛接应 往生西方 义得往生 则超凡入圣 了生脱死 渐渐尽修 必至原成佛果而后矣 如此利益 全障眷属助恋之力 能如是行 于父母 则为真孝 于兄弟 姊妹 则为真替 于儿女 则为真词 于朋友 于平人 则为真义真慧 以此陪自己之静音 其同人之信像 久而久之 何难相惜成风忽哉 经味一一调成 树不至临时 无所适从而 第一 善巧开导 安慰令生正信者 切劝病人 放下一切 一心念佛 如有应交代事 树令交代 交代后 便置之度外 即作我今 将随佛往生佛国 世间所有 富乐眷属 种种沉静 皆为障碍 至受祸害 一故不应生 一念细念之心 须知自己一念真信 本无有死 所言死者 乃舍此身 而又受别种之生儿 若不念佛 则随善恶业力 富受生于善恶道中 善道 即人天 恶道 即畜生 恶鬼 地狱 修罗 则一名善道 一名恶道 以彼修因感果 均皆善恶夹固也 若当临命中时 一心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以此自成念佛之心 必定感佛大发慈悲 清垂皆隐 宁得往生 且莫以 我系业力凡夫 何能以 少时念佛 便可出离生死 往生西方 当之佛大慈悲 即十恶无力之 极重罪人 临终地狱之相已现 若有善之事 交以念佛 或念诗生 或止益生 亦得蒙佛皆隐 往生西方 此种人 念此几句 尚得往生 又何得以 业力重 念佛数少 而生疑乎 须知 无人本具真信 与佛无二 但以货业深重 不得受用 经济归命于佛 如子旧父 乃是还我本有家乡 岂是分外之事 又佛习发愿 若有众生 闻我名号 至心信要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已故一切众生 临终发自成心 念佛求生西方者 无一步垂辞皆隐也 千万不可怀疑 怀疑极是自物 其祸非小 况离此苦世界 生彼乐世界 是至极快意之事 当生欢喜心 千万不可怕死 怕死则不能不死 反之了无 生息之愤矣 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 佛虽具大慈悲 亦无赖不依佛教之众生和 阿弥陀佛 不来接饮呼 如此委屈婉转 开导安慰 病人自可生正信心 此系为病人 所开导者 至于自己 所应尽效制成者 意为在此 第二 大家换班念佛 以助尽念者 前已开导病人 另生正信 然比病人 心力残弱 悟到贫数 绝不念佛之人 不亦相继常念 即向来 以念佛为侍者 至此 亦全障他人相助 方能得利 以故家中眷属 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 为其助念佛号 若并上位置江中 当分班念 应分三班 每班限定几人 头班出生念 二三班末词 念一点钟 二班接念 头班三班末词 若有小事 当于末词时半 值班时 断断不可走去 二班念壁 三班接念 中而复始 念一点钟 歇两点钟 重金昼夜 亦不甚辛苦 须知 肯助人敬念往生 亦得人助念之报 且莫说 实为父母尽孝应如是 即为贫人 一陪自己福田 长自己善根 实为自利之道 不图为人而已 成就一人往生净土 即是成就一众生做佛 此等功德 何可思议 三班相续 佛声不断 病人力能念 则随之小声念 不能念 则舍耳递听 心无二念 自可与佛相应矣 念佛声不可太高 高则伤气 难以持久 亦不可太低 以致病人听不明白 不可太快 亦不可太慢 太快 则病人不能随 疾听 亦难明了 太慢 则气皆不上 亦难得意 虚不高不低 不缓不急 自自分明 句句清楚 领病者 自自句句 入耳精心 思意得力 念佛法器 唯用隐庆 其他一切 盖不宜用 隐庆生亲 听之令人 心地清静 沐于生酌 故不宜 用于灵中注念 又宜念四字佛号 初启时 念几句六字 以后 以后专念 阿弥陀佛四字 不念 拿摩 以至少意念 病人 或随之念 或设心听 皆审心力 家中眷属 如此念 外请善友 亦如此念 人多人少 均如此念 不可一起念 歇歇又念 致令病人 佛念间断 若执饭时 当患斑吃 误断佛声 若病人将欲断气 宜三斑同念 直至气断以后 幼父分斑念三点钟 然后歇气 以便料理安置等事 当念佛时 不得令亲友 来病人前 问讯愈味 既感情来看 当谁念佛若干时 视为真实情爱 有益于病人 若用世间俗情 只是推人下海 其情虽可感 其事甚可痛 全在主事者 明道理 欲令人说之 免致有碍面情 及遗害病人 由分心 而不得往生耳 第三 窃戒搬动哭泣 以防悟事者 病人将忠之时 正是凡胜 人鬼分叛之境 义法千军 要紧之急 只可以佛号 开导彼之神事 断断不可 洗澡换衣 或以请触 任彼如何坐卧 只可顺彼之事 不可稍有移动 亦不可对之 生悲感相 或致哭泣 以此时身不自主 移动 则手足身体 均受嗷则扭裂之痛 痛者 称心生 而佛念习 谁称心去 多多毒泪 可不知智 若见悲痛哭泣 则情爱心生 佛念便习以 随情爱心去 以致生生世世 不得泄脱 此时 所最得意者 莫过于 异心念佛 所最遗害者 莫过于 妄动哭泣 若或妄动哭泣 至生称恨 及情爱心 则欲生西方 万无有意义 又人之将死 热气自下至上者 为超生相 至上至下者 为堕落相 故有鼎盛 眼天生 人心 恶鬼腹 畜生膝盖离 地狱脚板出之说 然果大家 自成助念 自可直下 往生西方 切不可 屡屡叹之 以致神事未离 因此或有刺激 心生烦痛 自不得往生 此之罪过 实为无量无边 愿诸亲友 各个恳切念佛 不须探比 热气后 冷于何处也 为人职者 于此留心 乃为真孝 若一世间 种种俗情 即是不惜 推轻以下苦海 为妖一般 无知无事者 群相称赞其能尽孝也 此孝与 罗刹吕之爱正同 经云 罗刹吕时人 曰 我爱辱 故时辱 比无知之人之行孝也 宁亲失乐而得苦 岂不与罗刹吕之爱人相同乎 无作词语 非不尽人情 与人各于实际上讲求 必其亡者往生 存者得福 以遂孝子贤孙亲爱之一片血尘 不觉其言只有四肌烈也 珍爱亲者 必能量之 续 灵中三大药